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话回想前一天晚上韩国瑜接受专访 口径一致 如果我们选上总统跟副总统 我们当然可以考虑党政要合一 朱韩都要二合一 似乎就是不要吴敦义继续当主席 吴敦义也不是省油的灯 早已秀出朱韩两人各有拥护者 抗韩防线似乎早已逐成 回顾上周吴韩同台 吴敦义语出惊人 那上架谁呢 上架 或先要上架 中韩民国派对不对 这样叫押韵党 台上摆韩国瑜道 吴敦义早就部署重兵 除了任命张显耀担任国民党义务 副秘书长兼发言人 借重他在两岸的管道 加强吴敦义弱势 还独排众议 把吴思怀排入不分区 对黄复兴党部展现诚意 吴思怀对于 吴敦义的那时候的选党主 其实是有贡献的 我们第一个要观察的是 代理主席是谁 因为他现在有几个人 到底是会好龙兵还是曾永泉 那这个 然后再看韩粉的投票权 什么时候生效 那这会影响到未来 国民党的版图 朱涵谁冒出头大事未定 但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是政坛上不变定律 三日小伙优优优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